OK,咱们继续来看比赛,这帮比赛的话,观战方还是这个利普佗,这帮攻击到对岸方的话是一手什么灵,咱们来看这帮比赛,观战方开局点刀了观战方的一个豹子,观战方起一手颠倒五行,观战方用后排的一个豹豹控制对面的这个琵琶琶,观战方人物继续出, 双方进行到第四回合,双方产生了一个局势,基本是五五开的一个状态,观战方一手群鸟, 好,打宝宝很疼,打了六千多,感觉利普佗的话,可能点还是非常高, 对来方这只杀人高连的话,直接扯了观战方,哎呦,配合了一手杀人,善恶直接是把观战方人物给点倒在地,这样的话观战方有点难打, 观战方人物继续飞,尽可能的去多飞掉对来方几只宝宝,对来方起一三点,点一手观战方的一个宝宝,观战方这也是高远的一个宝宝也是爬了起来,观战方人物给自己拿一手普通众生, 三百五十米血,比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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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一个血量还要少, 对待方疯狂是观战方人物的一个尸体,对待方拉出盘子,但是燃并软啊,所以这只活动球给控制住,观战方尽可能的飞机飞出去,这个普通中兽点300血的话,说实话,就没太有啥意思啊,对待方来一次, 一手风卷残垣,一手大秒,秒掉观战方两只单位,观战方继续去秒给对待方压力,对待方通过这个对消消的话,也是把 观战方场上的一个宝宝给清的差不多了,确实这个法系神木灵啊,应该来说当前绝对是妥妥的一些法术门派啊,这个任何门派碰到这种神木灵魔王的话,还是非常难打啊,特别是物理器。 观战方继续建议连线。 设设设设设计连线。 观战方李用这个配速、点拉自己,直接选择出一手地听,这个时候观战方的一个后排宝宝的话是。 爬起来了 但是地厅的话也被对面给干掉 队长方出发一手侵蚀 再来冰犯怒 惊喜我 这样的话 观察方感觉挺难打的 确实队长方的一个法系输出 太猛了呀 观察方拉一手顺法 顺法伤害很高 观察方高鬼红宝宝也是爬起来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